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高兴在這個場合來見到大家 剛剛看了一下成員的一些背景 當然來自於台大的主動婚院 還有其他各地區的一些衛生器官單位 那我想說先等一下 簡單自我介紹之餘 我想要先認識一下你們 因為在今天的課程 本來將近真的是 就是交代說下午的課程 於是我就想說 下午的課程絕對不能讓大家睡著 所以在今天我的兩段課程裡面 有一段大概是影片 因為希望能夠從影片當中 來讓大家有一些啟發 那也當成一個媒介 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些自然的討論 因為我了解各位是來自於 就是你們有一些機械的經驗 而且你們已經有處於一些個案 所以剛剛聽到上次的說 你們來上這個課還要寫報告 然後各位還會用到一些 很直話的方式來呈現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 那也希望說在今天這個課程 除了做一些基本的介紹之外 當然也希望說跟你們有些交流互動 所以如果影片的引導 那當然還有就是課程的一些引導 那希望說我們能夠有一些討論 所以如果說在早上的課程 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不要客氣 我都歡迎各位學員們可以 就是隨時舉手 讓我知道說你有什麼樣的疑問 你想到什麼樣的好的例子 可以提出來大家來做共同的分享跟討論 好嗎 好 那我是吳嘉儀 目前是在台大醫學院護理學系 擔任教學的工作 不過大概在全國資料方向中心 這一年多 將近兩年的時間 開始有設立一些有關策略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今天第一堂課的部分 就是分析全國資料方式的一些 比較是國家政策 讓大家知道一些數據的東西 因為大概大家在臨床上的服務 你們比較少涉獵到一些數據的東西 那大概第一堂課就是希望 先讓大家有一個比較全面性的概念 那大家可以從這一張slide當中 大概大概不陌生 就知道說我們的國家的個案防治策略 主要是以個案為單位 所以我想以個案為中心 對不起 所以什麼叫做patient center care 我想這個大家很有理會 就是主要是 針對個案的身心靈的需求 來提供給他一些自傷防治的一個資源 或者是組織 那我剛剛在來的路上 其實有點趕 因為從台大坐計程車過來這一段路 整個幸運都塞車 那剛好那個司機呢 從頭到尾跟我分享他的一個經歷 他是一個失智症的care fever 照顧者 他媽媽在過去的十幾年當中 都是他在照顧 花了非常多的時間跟心力 當他告訴我說 他有一天看到新聞在講 就是可以用那個噴瓦斯啊 然後讓一個人死掉 就是自殺這樣的一個做法 他突然覺得說 好像這樣的方式可以讓他媽媽解脫 然後他會覺得說 好像先殺了媽媽之後 自己可能再去面對一些行責 不過當然他沒有想到自殺這件事情 不過死亡這件事情在他當時呢 是一個推遲不去的一個痛苦 那他就在跟講說 這樣子的意念 對他躲過來這段路 他的一個心路歷程 那我滿有感觸 因為當他講到說 他也有想到 他覺得說安樂死期是一個滿 滿值得考慮的一個想法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說 我們生活醫療人員跟這個 實際上在照顧這種 所謂care giver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是非常不同的一個角度 那所以所謂的個案為中心 我想是必須要去了解 他們的整個照顧的一些 需要幫助的地方 到提供其中資源 能夠來幫助他們 真的能夠路過那個痛苦的階段 那除了個案為中心的概念 但我們希望是家庭的單位 那因為常常一個自嘲的事件 不是單一因素可以解釋 所以剛剛那個建設司機的例子 他告訴我說 那當時因為有他小孩 他還有兩個小孩 都非常的幫忙家裡 會自己煮飯 會自己洗衣服 所以在十幾歲 二十幾歲的這樣的年紀 小孩子都非常努力 沒有讓他擔心的 所以他就是全心 只要造出一個媽媽就好了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中配料就是說 其實自殺真的是一個 多重複雜因子 造成一個狀況 那因為他有這樣一個支持系統 所以你這個整個家庭的狀況來看 太太也是一個幫忙的角色 我們支持的角色 所以相對來講他的資料風險 就又更低了一些 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理解說 家庭其實有滿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社區為範疇 這個部分比較 我們了解到說 社區的一些資源 以及往往相連 在不同網絡的一個服務體系之下 提供滿重要的一個支援 那策略的部分我想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了解到我們的思維 我們的策略跟行動 就是整個國家的一個大方向 那在這邊 大家應該有看過這個 這個主幹部的演講 當中特別提到 那我們常說 各位手上的這些案例 大概都是在上面 我們看得到的 看得到比較有冰山一角 大家可以想像說 下面這些 是大家比較容易注意的 或者是 民進症的生活當中 可能他們相對是 資源勾不到的地方 那些人 或者是說應該是 他們的自殺風險 沒有被發現也有可能 比如說根據目前的一些研究 發現 會來醫院看醫生的這一群人 尤其是拿中卡的 他們的自殺風險 就是根據我們健保的資料 會發現說 你去串聯死亡檔 發現說 這一群健保的使用需求非常高的 這一群人 或者是多重的慢性病的這一群 社區的糾疫 尤其是糾疫患者 常常會有一些比較失控的行為 在社區 這些其實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自殺的風險 那同時 這些個案呢 尤其又有精神疾病的影響 我想這個是 大家能夠去了解說 他們的自殺風險 常常是被忽略 或者是說 沒有被處理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們形成了在下面 這個大的一部分的族群 那我想這一群人呢 大概就是 我們需要比較注意的 那目前我們的 如果知道防治策略呢 當然可以了解說 是三個策略層次 分別是指標 選擇跟全面性 那大家可以了解說 什麼叫指標性的策略嗎 我想各位手上 如果有做個案管理 有些個案呢 就是屬於這個指標性的對象 那我們主要針對這個 企圖者本身跟他的家屬 來做追蹤關懷跟處遇 這個就是各位目前在做的工作 那但是相對呢 在全國的策略裡 我們也加進了選擇性跟全面性 那這兩個區塊呢 主要是希望能夠 有效的去預防自殺的行為的發生 比如說針對 剛剛我們在下面 前一章所看到的高風險區 我們可以做一些 所謂的case finding 那這邊講一下 怎麼來做這個case finding 其實前一章大家有看到 就是譬如說舉個例子 像平凡的醫療使用者 那我自己在台大醫院急診 做了一個調查 收了400個人 我們發現說 大概在這一些來診的民眾當中 大家可以猜猜看憂鬱症的比例 現在說症狀 因為我們是用量表去篩檢 憂鬱症狀高於 就是一個 比較傾向有憂鬱症的一個影響 大概是多少 各位覺得是 10% 30%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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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有的是 10% 有的是 30% 七八位 有的是 50% 也是差不多 七八位 答案呢 我們發現大概是30%左右 所以大概30%的 這個我們會比較認為說 它有一個相對高的風險 那其實相對於一些比較 就是所謂非就義族群來講 這一群人 我們其實應該要去 除了他的生理習慣之外 要去關注他的一些心理思綜 所以呢 為什麼會用一些量表來做篩檢 或者是 轉介 就是量表篩出來 如果他是屬於高危 那 各位 手上常會用 應該是 都有在用心情溫度計 對不對 應該都有 有在用的舉手 就是用這個心情溫度計 來跟 在討論 或者說用來篩檢 他的一個高風險的 請舉手 應該大部分都是 那 當然這個心情溫度計 它只是一個工具 但是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工具 來了解說 這個人他長期來講 他的一個 所謂的Psychophysiology 就是他的 心理的困擾程度 或者說他的一個 憂鬱症狀的一個程度 那 那個是一個 用來發現個案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最近也有在 在近一年 我們也在研發 怎樣把心情溫度計 做一個更簡化的動作 讓平常D現在使用的時候 可以更簡單快速 那 讓這個 溝通更加的有效 那我們現在就是 變成一個試杯題 每一個項目無題 我們就是問他 有沒有到達困擾的程度 譬如說第一題 我們問這點困難 那我們會去了解說 因為 因為 睡覺的問題 讓我覺得很困擾 而且是 常常有這樣的困擾 那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是都是 那總共五題 如果說四題是屬於是 那我們就會 視為一個高中前的個案 那當然不是一次的測試 就可以定降山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這個量表是 至少測個幾次 比如說三五次 那我們去做一個分析 了解說 就在他平常生活中的一個 一個心理困擾的程度 那這樣的量表 在最近這一年多 我們也用在台大大學生的身上 那我們結合課程 就是通識課程 那我們讓大學生也學會 用心情溫度計的APP 調查一下 在場有下載 心情溫度計APP的請舉手 有想數幾位 那很不錯 那等下課後 也歡迎各位 用這個 play商店 稍微搜尋一下 因為心情溫度計的APP 現在是 不分你手機的系統 iOS或者Android 都可以 你可以下載 那這個APP的好處呢 告訴各位 就是能夠幫助你在工作的第一線 你直接手機拿出來 或者說如果個案有手機 那就叫他下載 你可以demo給他看 就是說 這個語題測驗很快 那在手機版的 它是5分 它是0到4分的一個 這個rating scale 很快的就可以去解決 iPhone版的 是不是要註冊登入在那邊 Apple系統好像還沒有研究到 就是怎麼去下載 不過這部分 我們會帶到全部照片 我們重新再研究一下 因為目前 Apple是用iOS 對 我看 我看 如果假設下載 iPhone的 比較 比較麻煩一點 對 就是它要登入一些基本資料 對 對 對 有這樣的一個差別 我們都 就是鼓勵個案說 就是 填一下 稍微填一下 因為大概一分鐘就可以連完 那我覺得很快 就是多了一個程序 但是 那個是為了我們後台 可以做一些 秘密的統計分析 所以我想這個 我們目前是沒有在做這樣的分析 所以可以跟個案再保證 就是說這個東西是完全就是 讓你能夠有一個 自我篩檢健康的一個機會 那可以推廣性的健康這個東西 這位大哥你的使用經驗是 你聽起來是沒有跟個案討論過的app 那種分析的話會比較 一開始比較不想用 OK 所以這跟大學生的反應也一模一樣 因為現場有人用iOS 有人用Android 結果那個Android 結果很快就登入了 那iOS的這一派就會覺得說 哎呀這個有點麻煩 我就乾脆就登入了 那所以這部分可能是可以再想一個說題 怎麼樣能夠用話他們真的是 用話一點點直接那種分析之後就可以 他其實只要登記一次嘛對不對 就一開始 只要登記環節的比較容易 宣導的是他會使用 再來宣導 什麼樣的場合 跟學生如果宣導 請他們下載大概試用一下 這跟我們在大學推的場合有點像 那所以大概看年齡層 大概不同年齡層 學生的這個族群 大概會有這樣的聲音沒有錯 但民眾的話 不許成人的族群 你稍微引導他把這個基本資料登入 只要登入一次 應該之後的使用就非常方便 所以我想這個還是一個滿值得去推廣的一個媒介 希望大家可以參考 他可以用來做一個 我們所謂empower 大家應該都有聽到 他聽過這個empowerment 那其實這個動作呢大家不要小看 其實我們在不同的場合 針對不同年齡的族群來推廣這個apps 他是一個我剛剛講自我的健康篩檢 同時呢所謂empowerment 就是說把這樣的一個健康資訊帶給民眾 事實上所謂的心理健康並不那麼的困難 那這五題是基本的一個篩檢 他假使empower他自己可以做健康檢測 而且發現自己的一些狀況 如果他用發他的一些所謂的self-aware awareness 就是自我的覺察 那有些個案呢他會用這個手機上面的所謂的資源 因為他有一套的設計 他還包括有一些衛生資源在裡面 台北市12區的資源都在裡面 那所以我想這是一個滿好的一個理解 可以讓個案的這個自我覺察更被提升 所以藉這樣的一個管道 除了我們做case finding之外 我想更重要的是referral 所以在selective這個選擇性的策略呢 很重要的是所謂的轉介分流 以及所謂進入治療場域的一個概念 是非常重要的 那針對不同的問題我們會做所謂的處遇 那我想這個是選擇性策略一個滿重要的工作 那最後全面性的策略呢 當然是最不可忽略的 因為廣大的民眾我們不知道說 到底他潛在哪些風險 不過呢藉由一些量表 我們可以了解說 大概他有哪些心理的困擾 他的程度怎麼樣 以及有沒有任何自殺風險 那根據近期的研究呢 都指出所謂自殺的危險因子跟保護因子 都有所謂累積效應 那這告訴我們所謂累積的意思就是 當一個個案比如說剛那個健身的司機 他要照顧一個司機的媽媽 他是長年處在那種照顧的壓力 要幫媽媽更換這個大小便 那剛換完去廁所要清晰的時候 媽媽換完衣服坐在床上又解了 而且他又把那個尿布濕的到處都濕 用上個髒細細的 那這樣的情境我想 大家不會去直接聯想到說 到底這些所謂照顧者有多大的壓力 照顧者是其中一個族群我想 還有更廣大的 比如說我們講憂鬱症焦慮症 在社區現在的一個盛行率 也是大家不可顧慮的 大概如果我們把憂鬱症跟焦慮症放在一起 在國外他們是目前有一個稱呼叫做 常見精神疾患 Commonmental Disorders ZMD 那這個常見精神疾患在社區呢 大概他的盛行率是非常高的 大概跟這個我們所了解的 比較嚴重的精神疾患 比如說思覺失調症 或者躁鬱症 這種比較嚴重的相較之下 反而是這個常見精神疾患 他的盛行率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知道說很多的民眾 其實他不是沒有生病 比如說簡單的一個例子 強迫症 他有些個案他可能只是覺得說 比較愛乾淨 一般人不會直接去覺得說 他需要去就醫 但像這樣的一個個案 他或許也潛在著一些自殺的風險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想在全面性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在做的 除了是一些衛生教育的推廣 有一些教育宣導的活動 在全國之三房中心 我們當然也有一些比較 心理健康促進的一些活動的推廣 比如說在大學我們推廣 所謂的正念呼吸法 以及所謂的正向思考 這個是呼應大概這近十年以來 在美國非常流行 所謂的正向心理學 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想大概心理健康促進也是另外一個 在全面性策略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特殊自殺方式呢 這個是當然在媒體這個部分 我們也一定不能夠 攻略媒體的一個影響 剛剛那個紀元克斯基呢 他從媒體得知一些自殺的方法 他也想說 我們當時在情緒很低調的時候 看到那個媒體報導 他真的是覺得說 對我的影響真的很大 他真的就是會去思考說 是不是這個方法 我可以試試看 所以在這個策略裡頭 所謂分成媒體的一個 六部六要策略的一個溝通跟討論 也連結了很多的四大報 跟我們台灣的一些Facebook這些媒體 我們有跟他合作 那也希望說能夠做一個 比較正確的一個報導 不要因為媒體做了一個 比較負面的一個影響 那大家知道說 紮糖的中心過去已經成立了有十年 那這十年之間呢 大家可以知道說 這三層次自殺的策略 在這邊呢 就是讓各位更全面的去看到 我們detail的工作項目 像我剛剛講的媒體的部分 致命性物品的可淨性 在這個部分一定要提到的例子 大概就是燒炭的部分 我們針對炭火的管制 所以這個部分在新北市 在場或新北市衛生局來的容忍 然後那新北市的經驗是值得分享的 這部分大概我們了解到說 炭火的管制可以有效的去降低 某些燒炭的發生率 那原因是你讓它的這個可淨性降低了 那這個在變早就是在英國 他們做這個糖阿豆的一個管制 所以他們就是把藥物的劑量跟這藥物的 就是每一個包裝它的科數做一個管控 那有效的去降低就是所謂什麼藥物 過量的這樣的技巧方式 那污泥這個部分我想是一個 長期以來大家要去正式的問題 那除了在近幾年我們把這個 所謂schildophania 或者叫精神分裂症做一個更名 可能這個部分可以改變 某些人對於所謂民眾精神疾病的觀感之外 當然污名還包括很多的做法 譬如說一些社會有一些NGL 可能在推動怎麼樣去讓民眾更認識 所謂精神疾病 那或者是在自殺這個部分 我們對自殺的一個 一個去無文化的一些活動 那我想這都是蠻重要的 一個命性的做法 那當然也包括我剛剛講 那心理健康還有就是監測 所謂是他的通報率死亡率 這個部分是每年我們政府都有在做的 那選擇性的策略我們可以發現說 是以守能人的工作為推廣的核心 所以像每年我們也都會辦 各地區的一個守能人訓練 包括還有像跟這個公民消貨機器的一個推廣 還有就是早期診斷的部分 那指標性的話這邊列出來 包括就是強化遍遠地區的一個救命能力 那個案管理這個部分是蠻重要的 這個第一線個案 譬如說已經有自殺企固個案的一個管控 那在這個策略行動方案這邊 大家看到了幾項舉起的重點的例子 比如說我們全國性的一些 必殺防止工作 包括萃取性的問題 這東西是千少許的計畫 那我剛剛講到的量表 這個就是新型的主義性 那這個大家有看過 CSPS 可能這樣有看過 這個是叫做Sat Person Scale Chinese Set Person Scale 那這個是大概幾年 三年前左右我們做的調查 這個是在我個人的研究當中 做的一個性效率的檢測 那之後我們大概最近這一兩年 就是把它做一個合併 合併之後 我們在去年的學會的研討會員 做一個報告 就是做一個簡單的 所謂性你健康的篩檢 那裡面就是合併一些自殺貢獻的問題 所以需要了解 我們生活的自殺貢獻 那目前我們是希望說 能夠通往到醫療 所以在臺大門的 總流醫學部 IRV幹部 就是我們要開始做 總流科病人的一個 所謂自殺貢獻的全面篩檢 那此外呢 我們要去掌握所謂的指標變化 這當然有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死亡率 那還有通報 通報的一個成效 那中間這些都是 各位可以在我們的 我們近十年的一個演技能 有把它發表在台灣的一個公務衛生雜誌 詳細的內容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我們也有分析這個 和失業率 失業率可能跟自殺貢獻的相關 那當然這個 失業率這部分也有 國內的學者 導表在文化的期盤 在此 如果我們是錯 四個徵的期盤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確實失業率是跟我們的自殺率 是有某些程度的相關 那當然這個 還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證據 不過當然這個 是其中的一個 我們可以參考的指標之一 那在全國殺防中心 每年也都會做一個調查 叫做這個 這邊有寫這個 心理健康以及自殺防治的認知與行為調查 那這個調查我們可以知道說 全國的一個代表性量等 對於 每年台灣的一些自殺現況的一個認知 或的態度 以及自殺的一個發生率 我們也會去詢問民眾 他是一個電話調查 我們就可以了解說 每個民眾 他們自己有自殺貢獻的一個比喻 以及過去曾經過自殺企業的一個比喻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圖大家應該也不陌生 如果說我們曾經有看過 有寫過類似的演講 你可以知道說 大概在這幾年 我們可以看到 從這邊開始看到 這個數字代表著 十一 我最近這幾年都是十一 然後 有一個十二 接著 前面都是九 大家會聯想到什麼Q字 對 有聽到答案 然後很好 有同人說這條十大死因的排行 沒有錯 那大家看到 我們自殺房中心 從2005年成立之後 那時候 大概全國的自殺率 是在一個蠻高的狀態 而且是相較於前一年 是一個抖脫 那成立之後 當然還有慢慢的上升一年 那是因為大概自殺房子的工作 是需要長期才能夠有影響力 所以接著呢 就是 在第二 成立第二年之後 就開始有下降 那這幾年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明顯的一個降幅 所以 我想這個跟我們全國性的策略 我前面所講的 一定都是有關的 目前在各國 像日本、韓國的一個研究 只要是全國有 有一些 有這樣的一個自殺房子的介入 一定是有差的 對於這張力來講 有非常顯著的改善 像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資料 這個是紅色是初死亡率 那綠色是標準化的死亡率 那我們如果看標準化的死亡率 這個在WHO的 所謂高自殺區域來比較的話 我們已經落在所謂中度自殺的區域 已經不是高自殺區域了 所以相較於日本 大概是會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十萬分之二十五 對不起 那韓國可能到十萬分之三十幾 那相較之下 我們台灣是一個第一美國 不過大家可以知道說 這個自殺率呢 還是沒有像過去 不要說十幾年 二十年前 這個趨勢 我們還是繼續有努力的空間 能夠讓它再繼續下降 那最新的統計呢 大概會在今年年中的時候出來 那目前呢 我們所看到的就是 截至也就是在2014年 以前的一個統計趨勢 我們知道說 這個方法來看 我想我們很明確的 可以針對這個方法的前三名 來做一個 做一個防治策略的討論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 你會發現 你覺得最吸引你注意的是 什麼樣的趨勢的變化 這是一個綠色 還是紅色還是藍色呢 我想是不同的趨勢 那大家先看一下 大家一定最想知道 就是最高的一個 就是綠色 那綠色就我們剛剛講 從四大房中成立 其實一直都均高不下 那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綠色就是上吊的方法 那在我們去年在做縣市調查 縣市訪查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跟某幾個縣市 有討論到 上吊這個方法 確實是非常困難 做這個防治的策略 因為很多的上吊工具 是我們很難預防的 那所以呢 這個上吊這部分 我們當然也會再次強調 各縣市在自殺它防治的策略上 應該是強調早期的一個 一個風險短控 比如說你強化我們剛剛所謂的 全面性的策略 或者是選擇性的策略 那當然指標性的這些個案 會不會有上吊風險 當然有 根據我們中心所做的一個研究 發現說 所謂重度自殺的個案 這一群個案 它可能有相對高的風險 它的前面雖然是用overdose 就是直度自殺 或者是測完這些方法 但是它有沒有辦法預期說 它會不會用上吊的方法 來接觸生物 那所以一個比較好的策略 真正上吊來講 我想是更早期的去看它的 這個自殺的風險 包括它過去的自殺史 包括它現存的一些 所謂精神疾患治療狀況等等 那這個是上吊的部分 那接下來大家一定會注意到 這個紅色的曲線 因為它的波動是最大的 那紅色呢就是 跟我們這個近幾年 在自殺防治策略上最有環的 就是在燒炭 燒炭這部分的防治 它大家可以看到說 一樣是中心成立以後呢 它維持了有四年的一個 一個平波的趨勢 就是沒有什麼太大負面 但是大概到這幾年 它的自殺死亡率呢 開始它的戰率呢 開始慢慢有下降當中 雖然下降的幅度不大 但是這個還是我們大家 致力的防治的一個目標 那藍色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比較是 這個是在 這邊是寫出 以物體或液體物質的自殺 所以是包括像 農藥或者是overdose 是跟藥物有關的 這些都是算 這個群化 大概這幾年 它是在第三年 的一個比例 然後其他的話 我想都是相對比較少見的 不過不代表他們重要 像跳樓自殺呢 就是跟第四年 所以大概大家可以 做一個參考 那就兩性來看 我想這個 都會做前線的工作 應該都有這樣 這樣的一個認識 就是男性的風險 是比較多於女性的 因為我們就這個 自殺死亡率來看呢 男性通常千變異率 都是女性兩倍 如果你們看過去十年的數字 很有趣的地方呢 你如果注意到 以年齡來分 我們看各年齡層 幾乎男就是女生的兩倍 我們先看看 65歲 大家可以發現說 65歲呢 在男性都是在最上面的 這條 就是在最高的一個比例 那我們如果取2014年的 這條來看 你會發現說 男性是10萬分 43.2 女性是20.9 就差不多是兩倍 主要的一個比例 其他年齡也都差不多 都是兩倍 就是蠻有趣的一個 統計 而且是全世界接近 都是這樣的一個數據 所以告訴我們 其實在自殺防治的工作裡 性別當然有一個 佔了一定的一個 風險的比例 但是更重要的是 還要去了解 這個男性 在自殺的 我剛剛講危險因子裡面 到底他有哪些 所謂多重的因子交錯 導致男性有比較高的風險 那對不起 另外有一個要強調的事情就是 大家可以發現 以這個幾個顏色 大家注意一下顏色的排行來看 大家會發現說 很好記的一個方式 就是台灣的這個自殺年齡層來看的話 越老 他的自殺死亡率是越高 所以很好記 從65歲以上 這個比例是最高 那依序接下來是45到64 25到44 所以大家有這樣子一個基本的嘗試 那大概在我們的工作當中 各位會遇到很多前線的一些挑戰 那大概在我們過去十年的經驗裡 這一張主要是在剛剛講的那個工位雜誌裡面 我們分析所謂過去我們遇到的一些挑戰 超過像是所謂微陽性的個案 大家了解到說你可能篩檢出來 畢竟篩檢它不是一個可以取代 預測死亡率的一個媒介 但是篩檢我們常常強調 它是一個關注個案 然後我們所謂個案為中心去了解它 關懷它 積極聆聽的一個媒介 那所以篩檢出來難免會有一些 所謂微陽性的個案 那這些所謂微陽性或者是微陰性 其實都是我們比較難去避免的事情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可以藉由 持續的一個個案管理工作當中去了解說 我們到底工作的重點應該擺在哪裡 那因為它無法避免 所以我想是我們當然常常說寧可措殺100 不要放過一個對不對 所以量表其實還是有它的一個用意 那只要這個個案它願意跟你配合 它跟你建立了相當的一個信任關係 這是我們做自殺狂治最樂見的 就是我們可以幫助你真的有需要的個案 你進入到你協議資源當中 那當然在高風險這我剛剛提醒的各位 就是在冰山的下面 那一大部分的族群 有些其實是無法觸及服務的 那服務體系其實各位 掌控了非常重要的一個職責就是 怎麼樣讓真的有需要相對高風險的人 能夠進入到這個體系 我想真的是滿重要的一個抉擇 好 那大概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尤其是對於時政的研究 我們期待國內的這些時政的研究 尤其是我們台灣有非常好的一個 全國通報系統 因為我們台灣地狹人仇 這個是剛好提供了我們很好的一個機會 可以做這樣的一個討論 那也希望說能夠應用在實際的討論工作上 不過研究確實還在努力進行當中 這個是大家值得期待 我們希望說透過通報檔跟死亡檔 可以提供我們更多的資訊 讓我們了解說到底進入到我們急診體系 或者是說有到後續個案管理的這一群人 他後續死亡的一個樣貌是怎麼樣 我想這個是大家最想知道的OK 那當然在後面體系的一個整合也是滿重要 像比如說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大家知道說青少年 我不知道在座有個管或青少年個案的請舉手 讓我知道一下 1234.6 其實算大概有3G的同仁們 有做過這個青少年個管 你們可以了解到說青少年個管 你們在跟校方就是教育體系跟衛生體系 這兩邊的連結好像比較少有連結對不對 對 比如說在學校的部分 可能你要去做訪釋就是一個困難的工作 那這個在我們過去也有非常多的討論 那中心的主任林町教授 在這個部分我們也有開始努力 希望能夠連結跨部會的一個合作 他可能會在教育部跟這個衛福部 這兩個部門之間做一些溝通協調的工作 希望說未來當然是一個個案 在兩個體系當中可以有所整合 至少我們不要讓各位在第一線的房子 的工作當中是被學校距離門外 那有非常一個想法 好 那因應挑戰 當然我們也有一些具體的策略 或者就是剛剛所講到 包括像機密工具 好像剛剛講到的收看 或者是最近新興的一個方式 氫氣質 派氣質上派氣 就是所謂藝人的一個例子 我想這個是大家最近有在討論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當然像還有農藥 農藥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因為在農業縣市 好像是某些東南部的農業縣市 那農藥自殺在老年族群 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議題 那也是我們大概今年的一個政策重點 那醫療體系本身 有沒有什麼需要改進的空間 我想當然是有 剛剛我們講到精神科的屈無名的話 我本人做了一個調查 發現說在急診400位求診民眾當中 你去問他說精神科 你如果說有心理健康的問題 你會不會去精神科就醫 那我們發現說他不會民眾 還是會對精神科有一些疑慮 所以我想在就醫的流程當中 如果各位要去讓民眾接受精神科 在這個流水的過程當中 也需要一個縮帖 能夠讓各位更順利的幫助 這些高危險的個案能夠真正得到 所謂的精神疾病的一個處置 那我想這個縮帖就非常重要 那個可能是大家可以討論的 那另外失業者的一個就業計畫 家庭親職的支持計畫 酒的一個影響 這個也是一個滿重要的社會議題 那再有一個問題 講到社會的資本 對於媒體的一個世界報告 我想這個是我們未來和現在 很重要的一些任務 那所謂的行動在地的話 我剛剛有講到 我們每年中心都會做 所謂的重點縣市的訪查 那透過這個縣市訪查 我們希望能夠實際的去看說 在地比較重要的一些議題 像去年舉嘉義縣來講 那我們有發現說 我剛剛講的農藥的議題 那怎麼樣來針對老年族群 來做一個比較代替化的具體行動方案的討論 那嘉義縣的政府其實非常努力在推廣這個 所謂老人自殺的一個概念 所以他們做了一個微電影 其實就是簡單的行動劇去呈現說 老人自殺就是有什麼樣的潛在的守門人 那周遭的人怎麼去幫助這樣的個案 那我想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 不過大家可以想像說 老人大概不會去看那個YouTube啦 他不會主動去看 所以其實我們所target的族群 就是我們的重點族群 可能變成是在中年富士年輕的族群 那當然老年族群 我們要怎麼樣去能夠真正reach out 就是真正能夠去實際關懷 讓這些老人也能夠了解說 我們有這樣的一切關懷的政策 那這個是需要再進一步去討論的 所以我想是怎麼樣 在各縣市很跨局處的整合也是很重要的 像我剛剛講農業處它可能 針對我們的這個農藥鄉的管理 他可能還不是那麼熟悉 他們不了解說這個策略 為什麼跟自殺房子有關係 那當然大家可以了解說農藥鄉的管制 或者農藥的一個下架 這個對農藥商他們的生存 當然是會威脅到 所以當然在很多的溝通協調 就非常必要是跨局處的 這在各縣市是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另外各位就是所謂的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或者說你們是做長期的一個 我幹管理的工作 那你們自己常常也需要注意一下 自己的我心理健康的問題 所以林彪教授常常說 第一線的關懷保釋員是 high risk中的high risk 你們承受了非常大的壓力 那當然也需要這個自我管理 自我照顧好難去照顧別人 那所以這個部分也蠻重要的就是說 當你們要有分手保障 能夠有更穩定的一個工作兩線 那這部分當然也期待 在我們教授的代理之下 能夠讓這個部分有一些改善 因為其實當然也聽到了 我們一些第一線官網人的心聲 他們覺得說工作當然就是 有一些不穩定的情況 這個是我們的心聲 全國之大房中心都聽得到 那當然也期待就是我們是共同努力 來讓這個部分是能夠更穩定的 好 那第三點主要是講到說 剛剛其實有略在提到 在地的一個特色和挑戰 好 那大概這是第一小時的一個部分 最後這一張我想是 就是全國大房子中心 蠻重要的一個調整 好 而且希望說 財房子 財房子呢 是人人有責 或過所謂往往相連 能夠既往開來 那期待各位都是重要的首能人 當然也是第一線重要的工作者 所以希望第一堂課主要就是 讓大家有一個基本的一個 統計上的概念 好 那大家先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就謝謝佳儀老師 謝謝 谢谢大家